一组少出现了一些不该出现的失误 而且今天下午的入水效果也差一点 我们最近同步有点不太齐 然后还有一些个人的问题 有时候自己节奏会稍快一点 全红蝉和陈玉西江女子十米台跳水项目 推向了新高度 他们突破的是奥运五金王陈洛林的记录 这次的市井赛全红蝉和陈玉西在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 以369.84分的高分夺冠创下了新记录 这个高分打破了陈洛林和王兴在2009年市井赛上 跳出的369.18分记录 14年过后 全红蝉和陈玉西超越了陈洛林和王兴 上届市井赛 全红蝉和陈玉西跳出了368.40分 这已经是高分了 要知道东京奥运会女子双人十米决赛 陈玉西和张家琪的夺冠成绩是363.78分 可以说 全红蝉和陈玉西联手 实力实现了升级 市井赛的高分并不是全红蝉和陈玉西的极限 两人在今年跳水世界杯西安站的双人项目 跳出了373.20分的高分夺冠 而在今年跳水世界杯蒙特利尔战 两人跳出了378.60分的超高分夺冠 这是全红蝉和陈玉西组队后 在双人项目决赛的最高分 这次市井赛双人项目成绩 能排在全红蝉和陈玉西参加决赛的第三 全红蝉和陈玉西正在成为历史上最强女子十米台 双人跳水组合 陈洛琳是女子十米台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 她拿到五枚奥运金牌并列中国运动员奥运金牌第一 在双人项目 她拿过五次市井赛双人十米台冠军 三次奥运会双人十米台冠军 奥运会双人十米台得分记录 是陈洛琳和汪浩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创造了368.40分 对于全红蝉和陈玉西来说 只要正常发挥 她们就能破掉陈洛琳在奥运会的双人十米台记录 全红蝉已经在东京奥运会创造了女子十米台担任项目的记录 466.2分成为难以超越的高度 即便全红蝉自己也很难再次实现跨越 对于全红蝉来说 她接下来还要在市井赛和陈玉西在担任项目进行对决 陈玉西已经在市井赛实现女子十米台担任项目两连冠 全红蝉则还没夺得女子十米台担任项目冠军 她们的巅峰对决毫无疑问是这次市井赛跳水项目最大的看点 从2001年福岡市井赛开始以来 中国跳水队在女子十米台项目上22年没有丢过一块金牌 这也是中国跳水梦之队拿下本届赛事的第五枚金牌 比赛结束后陈玉西高兴地抱着全红蝉 两位妹妹顺利拿下了巴黎奥运会的入场券 陈玉西是非常的高兴 在接受采访之前全红蝉还一脸淡定 仿佛是在说这是一早就知道的结果 我们肯定赢了